Tontori Ahmad Liliana Nasir Indonesia And on my left Sushan Martin China Martin to serve to Liliana Nasir Level Play 好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了 马进发球 直接上来第一个球 阿玛德的巧球就出了底线 中国队的两位双打组的教练 南双主教练张军 还有陈奇球 张军跟陈奇球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 也都是顶尖的混双选手 这一位也是一样 纳西尔过去的双打搭档 两次世锦赛冠军诺瓦 其实这两对选手在场上 彼此都非常熟悉了 而且实力也很接近 很多球打起来就是大家在场上背球路 这一球是抓住了一个徐晨跟马进在轮转上的一个小失误 因为徐晨还是希望能够多往后场走 刚才这球对方如果回过来的话是非常危险 混双比赛还是要多争取 女选手在往前 男选手在后场 有进攻的机会 这个球纳西尔的防守不错 造成徐晨在进攻上没有能够连贯起来 这球其实徐晨是想杀对方一个小对角 但是纳西尔在这个位置的接杀质量很高 弹了一个对角线到徐晨后底线 徐晨也没有想到对方能够回处这个对角线 所以没有注意去连贯 四 三 okus量 投连贯 四 四 下 四 二 你想起电话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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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球首先马进在往前封的非常连贯 而且徐晨在中半场跟得也很紧 其实可以看出来徐晨我觉得 可能是他现在在年龄大了之后 在场上的移动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所以有很多球在过他头顶的时候 现在用反派用的就比较多了 连续防 转入反击 纳西尔这个球处理得也很聪明 通过轻调下压 自己的位置打得越来越靠前 和南雄曼形成了轮转 阿玛德这球着急了 他不具备徐晨那样一拍的进攻的威胁 在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好的连贯 依靠连贯来得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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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